国府国民主乡 国府国民主乡 国民主乡 所以你那里看得到是不是 你可以给我看看我 我看一下现在的什么 现在是这个广告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现在来到我们养生堂的直播间 坐在我对面的就是蔡徐坤 坤坤 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哈喽 大家好 今天你们心情怎么样 我现在在我们的芬兰的拍摄基地 然后这边是有很多很漂亮的我们的白花树 然后这一次也是很荣幸 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拍摄的过程 跟大家聊天 那坤坤这是你第一次来芬兰吗 之前有没有对芬兰有什么设想 其实来之前有查一下温度啊 其实是早晚温差会很大 然后也会以为很冷 也带了棉衣 但是过来以后发现天气特别好 而且也很漂亮 阳光还有空气都特别好 那这里就是你觉得除了自然环境 还有人文方面 你觉得有什么跟你想象中一样吗 就是其实来这里 因为我们没有去小城里嘛 我们这一块其实没有太多的人 不过当地的人呢都很朴实 也特别的善良 对我们特别的热情 因为现在我看到直播间 已经有很多粉丝非常热闹的在给你留言了 我看看我看看他们的留言 对就很多人很多人在问你问题 我们一会会挑几个来问你好不好 好啊 我们先进入我们的那个访问呢 因为之前你在上海见面会的时候有提到过说 说你有想再写新歌 是 那你现在能透露一点进度吗 其实现在歌曲 词曲的部分我已经创作完成了 现在是正在做后期的一些制作方面 包括其实MV也在筹备当中 因为我其实是想说 这一次要有music video 同时跟歌一起发出来 这样能够让大家更直接的看到那个歌曲的感觉啊 画面啊 包括这一次 不管是从词曲到后期的整个结构 制作这一块都是我自己亲力亲为嘛 所以我觉得 希望这一首歌能够有一个最好 最完美的效果呈现出来 OK 那能不能透露一点MV是大概什么样的风格 这个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还给我们留了一首 那因为我之前知道你是自己作曲 那你刚才有提到说词也是自己来创作是吗 是的 因为我们平时知道微博的画风是很简练的那种 那所以这个词也会是这样的风格吗 词的话也是暂时要先保密 不过就是在不同的曲风 我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 不同的方式去写 对 所以这一次也是会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 对 同样也是属于蔡曲坤的风格 OK 那你这次来这边其实是给养生堂拍广告对吧 那你觉得 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其实我觉得整个拍摄的氛围 包括这边的天气都会让你觉得很轻松 然后其实等会我也想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环境 那些湖水啊都很漂亮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它那个湖水 它能够漂亮到就是你能够在里面看到那个白云的倒影 哦可以这样 很干净很漂亮 哇那很棒 会让你觉得心情特别的愉悦 那你知道就是我们面膜其实也是用白花树的汁来做的吗 是我现在喝的其实就是白花树的汁 啊你现在喝的就是 对因为它其实是可以喝的 嗯 而且我也有跟当地人他们去交流 他说这个是对皮肤特别的好 而且其实面膜我自己也有用 确实是好用 真的吗 是真的是真的好用的 非常棒的代言人了 那你现在喝的话 你感觉味道是什么呀 其实它跟白水有一点像 但是它又比白水多了一点点清甜 然后会有一点就是会入口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它会相对来说比白水稍微粘稠一点 但是喝起来的话其实是会有一点微微的甜的那种感觉 嗯 OK 因为现在现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很多粉丝在问你问题 我随便挑两个问问你好不好 他们有问你说来这两天开心吗 心情怎么样 很开心 其实这边的环境尤其是空气我觉得特别的清新 就会让我觉得很放松嘛 然后也算是小小的出来了旅游了一下 可以当边工作边enjoy嘛 最近行程是不是特别紧呢 对其实最近行程会相对来说排的比较满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享受当下的生活这样 那下一场街面会准备的怎么样 见面会的话一直都有在想怎么样去把每一场的见面会做到极致 其实我们也在想的是每一场我们希望有不同的东西包括 其实从服装上我都会去看 我都会说我觉得下一场我希望能够给到我的喜欢我们的人 至少在服装上我们要有不同的风格 当然因为时间的原因可能我们的歌曲不会说一直去换啊 所以我希望在舞台的视觉上啊效果上灯光上啊 我都会去我都会去看都会帮我们来percent去把关 对因为我也知道你作为队长嘛 对对就这一些系列的东西都要自己去操心 那我本来就比较操心 那其实刚才也说到说想回馈给粉丝一些 嗯一些东西对然后我们这边其实有准备了几个分离分兰当地的这个特色的一些艺术品 啊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有画术座的杯垫 OK然后还有一个是松树座的一个木制的杯子这个在我们拍摄汁就是里面你今天喝画术汁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啊 是同样的刚刚拍摄完对对对然后这三件礼物我们会签名送给粉丝朋友 对所以我们现在请空空来签一下好不好好啊 签在这上面对不对对对对OK 因为对因为画术和松树其实是半生的他们一般都是长在一起 嗯对 OK OK 这个我们会是作为福利来送给其他的粉丝朋友们 那OK现在我们让昆昆带着我们去看一看周围的风景好不好 好其实一直想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芬兰这一次拍摄的风景是特别的漂亮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边就是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我们这边的湖水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干净 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个树林特别的呼吸其实大家可能闻不到 哇但是确实新鲜的空气特别好 然后会让你整个人特别的愉悦然后特别的放松 然后带大家来看一下这边的风景 有一种带着你们出来旅游的感觉有没有 看一下 看一下 确实 你可以听得到鸟叫吗 可以听得到吗 完全是大自然的感觉 而且这边的阳光也是 不过它的早晚的温差很大 如果大家以后来芬兰玩的话 其实也还是要带厚的衣服 因为晚上的话还是会有点凉 但是白天的话很温暖 那空空可不可以谈一下在这边拍摄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整体的一个效果出来以后大家会很喜欢 因为它其实是我进到树林里面去带大家看我们这个白花树漂亮的丛林 然后还有很多包括我跟当地人去交流我们从这个怎么取这个树枝 包括到到出来的它那个水还有它整个制作的过程我觉得大家都会看到 然后也会我觉得会更加理解更加的喜欢 所以你也是在拍摄过程中知道了很多关于这个树枝的 是我一边拍摄一边了解 然后同时也会觉得这个环境确实很优美 那在这样的环境下所生长的树啊 包括白花枝啊什么的 我觉得都会是特别的优质的 那所以你很喜欢芬兰这个地方吗 非常喜欢 希望有机会能够带你们出来玩 我们也随镜头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站在非常美丽的湖泊前面 然后是画树和松树半生的这种 对 那昆昆之后今天拍摄是不是还有一段 对 等会我还要继续进行广告的拍摄 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广告出来的样子 接下来我要去继续工作了 就不能陪你们了 但是希望你们帮我加油吧 好 好 爱你们了 好 我们谢谢昆昆 太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